有不少人留言問疫苗 如果混合疫苗一起混合疫苗 如何混合才是最好呢? 如何保护效果才是最理想、最少副作用呢? 其實混合疫苗已經在做,大家都知道 原因是有些地方打了疫苗,反應是一般的 希望靠著混合疫苗,用不同的疫苗 希望增加保護反應 有些地方是因為實際需要 例如德國等地方打了第一針 牛津疫苗 後來發覺有少部份人有血栓失 雖然不太多人 但人們一聽到不肯打 不肯打,也要想辦法 有些人會覺得,不如混合另一針 混合疫苗,也應該可以 雖然這件事是正在做 大家都覺得應該有些用 但這也是覺得 又不是很多數據顯示這樣混合 是真的好一點的 所以也有些研究做了 例如在西班牙做了一個研究 也是混合疫苗,一個在德國也做過 他也是混合疫苗 混合疫苗之後 效果也發覺應該可以 在英國做了一個比較大規模 比較詳細的研究 現在就出了這個報告 應該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究竟混合什麼疫苗 如何混合法才可以呢? 大家就聽一聽吧 這個英國研究的名叫做 Cumcove Study 這個研究是牛津大學做的 基本上有850人 50至70歲 這些人有其他病例如 阿糕、糖尿、各樣 他打兩針 基本上是兩種疫苗 組成不同的組合 一種是AZ 就是AZ 就是牛津疫苗 另一種是PF 就是PF 就是我們這邊打的 復星復必泰 找了這800多人 用不同的組合 去打這兩種針 兩針 隔的時間是28天 留意一下 其實在英國 例如說他主要是打牛津疫苗 他有部份都是打BioNTech疫苗 但他隔的時間是超過28天 即是比較久 經常有人留言 說我第一針和第二針 隔得很久 會不會有問題 大家放心 如果以牛津疫苗 例如你打兩針 牛津疫苗 或者即使你打兩針 Visor BioNTech 或者復必泰疫苗 如果隔得久一點 我們有些初步證據顯示 它的抗體反應 不僅是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可能隨著時間過去 抗體反應的保護反應 就更加好一點 在說針引起的保護作用之前 我都要說一下我們的免疫系統 如何運作 我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說 當然實際比我說的複雜得多 但為了大家容易明白 我用這個最簡化的方法去說 基本上免疫系統 有兩大方面 一方面是Humoral 即是抗體 主要是Y字 因為這些就是抗體 抗體就會捉住病毒 現在灰色的就是新冠病毒 這些抗體就會捉住病毒 阻止感染我們 另外一個分支就是細胞的免疫系統 細胞的免疫系統 就有一些大黑超的細胞 就是一些殺手細胞 這些殺手細胞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當那些病毒 這個藍色 就是人體我們身體的細胞 大家知道病毒入侵身體的時候 有兩種狀態 它可能初初感染進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些游離狀態 就是說病毒沒有黏著什麼的 就只有一個病毒在這裡 就沒有進入我們的細胞 另一種狀態 大家看到嗎 這個細胞 就是這些一粒粒灰色的 就是新冠病毒 這些病毒已經入侵了人體的細胞 所以我們身體基本上有兩套機制 在對付病毒感染 如果是初階的 病毒剛進來還是游離狀態 我們就用抗體反應 用抗體來捉住它 讓它不要再感染我們 但是當這個病毒入侵了一段時間 它已經走進入我們人體的細胞 入了的細胞 就不是這些游離的抗體 就可以捉住它 因為細胞裡面走不進去 我們就用一些細胞的免疫反應 即是用細胞對付細胞 以而制宜 人體細胞被病毒感染了 它的樣子會有些變了 那些免疫的細胞 就會認得這個細胞有些不妥 我們一起來打它 這些殺手細胞 就會走過來 整個細胞殺了它 從而阻止病毒再感染我們 我們再看一看結果 我們再看一看結果 PS即是Pfizer疫苗 AZ即是AstraZeneca牛津疫苗 我們將它的保護效果分為抗體免疫力 Humeral Immunity 和Cellular Immunity 即是細胞免疫力 它有四種混合 即是兩針的Pfizer 或BioNTech疫苗 第一針是Pfizer 第二針是Pfizer 隔28天打兩針 第二針是AstraZeneca加Pfizer 即是先打牛津疫苗 然後隔28天打Pfizer 第三針是先打Pfizer 隔28天再打牛津疫苗 第二針是現在英國主流做的 即是兩針的AstraZeneca 兩針牛津疫苗 Pfizer加Pfizer 抗體免疫力相當好 抗體升得相當不錯 細胞免疫力都可以 也有三個加 但相對其他來說 一不是特別好 都可以 第二 AstraZeneca加Pfizer 即是第一針牛津疫苗 接著28天打Pfizer 這個組合又如何呢 這個組合 抗體免疫力都不錯 也有五個加 似乎沒有兩針Pfizer這麼高 但也不錯 大家要留意 細胞免疫力是零射好的 即是有六個加 相當不錯 第三針是先打Pfizer 隔28天才打牛津疫苗 這個組合 相對保護沒有那麼強 抗體免疫力 這裡有三個加 而細胞免疫力方面 也似乎有些訊息 即是細胞免疫力也有所升高 有四個加 但相比起 先打牛津疫苗 再打Pfizer疫苗 兩針牛津疫苗 也似乎沒有那麼好 也不錯 最後是英國主流 兩針牛津疫苗 抗體免疫力有所升高 不過也不是很強 細胞免疫力也有所升高 三個加 但相比 這麼多種組合 也不是十分強 這樣看下去 兩針牛津疫苗 即是英國的做法 提升抗體免疫力 提升抗體免疫力 細胞免疫力 也不錯 不過也不是令人 起出望外 而抗體反應的保護 似乎兩針 抗體免疫力 是零射好的 保護效果 相當不錯 細胞免疫力 也不錯 而兩種溝針的情況 最好的做法 就是先打牛津 先接著28天 先打Pfizer 這個組合 比打Pfizer 先打牛津疫苗 抗體免疫力 抗體免疫力 和細胞免疫力 都是最理想的 有些人就會很擔心 我現在只打了兩針 這個牛津疫苗 效果這麼差 那就很危險 要不要再打一針 加強劑輝瑞 要知道這個 是我們用這麼多組合 來比較抗體 細胞免疫力 實際的研究顯示 兩針的AstraZeneca 雖然看上去 抗體免疫力 細胞免疫力 就不算是 在這麼多組合 或者混合針 是最強的 但之前已經有研究顯示 你打了兩針的牛津疫苗 對付現在的新冠狀病毒 已經卓卓有餘 即使對付Delta 即是印度最初發現的 變種病毒 都已經卓卓有餘 所以結論就是 如果你混合針 即是這兩種組合 兩種抗體 細胞免疫力 都有所分別 最好當然就是 先打牛津 再打輝瑞 但是 它的先後次序 如何都好 打哪種針 先打哪種後 其實效果 無論如何都不會輸蝕過 兩針牛津疫苗 既然兩針牛津已經足以對付 新冠病毒 對付 新變種的Delta病毒 即是 AstraZeneca 和輝瑞疫苗 如何混合 哪種先 都可以說 一定能對付新冠病毒 也可以對付 Delta病毒 即是 兩針牛津疫苗 已經足夠了 其實大家不用再打加強劑 不過如果混合針的話 似乎效果更加好 而最強的效果似乎是兩針 輝瑞 效果比較好 所以這個研究真實地展示 給大家看 其實似乎混合針是可行的 起碼是 AstraZeneca 牛津疫苗 再加輝瑞疫苗 這個混合針方法是不錯的 比兩針牛津疫苗 效果更加好一些 至於其他的疫苗 可以不可以 其實就不知道 所以就要再等數據出來 希望其他都可以 大家去打疫苗的時候 多了一些彈性 有些人打了第一針 有些人打了第一針 輝瑞很大反應 有些害怕的 不敢打第二針 但不打第二針 又怕保護效果不好 他可以轉打 例如牛津疫苗 這也是一個好的做法 知道效果都會不錯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我們